透过鼓吹民众买书 看书是最扎实的推动台湾文化的方式 这是创办台湾本土文化书局 纪敏雄的心愿 原本在美国从事高科技工作 偶然之下就得知了白色恐怖的真相 于是在1993年辞去了工作返回台湾 开始了书店的经营 原本是聚集了不少认同理念的知识分子 由于政党轮替 本土文化的推广反而失去了能量 随着时间逐渐的变成像干妈点一样 或许是缘分 让纪敏雄的侄子之友呢 郑惠敏了解了历史延续的可贵 决定和朋友们携手呈现台湾最原始的样貌